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是教育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领导站 未成年人心理行为问题专家 家庭教育专家等很多头衔 著有家庭教育关注 当好父母 你也可以书 书中包括十个主要家庭 教育观念 三十个从胎儿到青春期 学孩子常见问题的原因分析 理论解说和解决方案 五个家庭教育训练技术 被很多家长当成家庭育儿的工具书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张老师分享他的设备 朋友们在讲座开始之前 让我们把手机调至轻易状态 谢谢您的合作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 欢迎张老师 中间的华文夫妻 各位老师家长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家庭教育的话题 我叫张耀坤 我还有一个网民叫班长 孩子人都叫我老班长 当然你们也可以 我想大部分的话 我都比你们要老多来 这次的话呢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话题的话呢 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卫校长 还有房屋书记的一个大人的支持 还有各位老师一个辛苦的筹备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到来 如果你们没来的话 我们就只能在台上自说自话 对不对 所以首先谢谢大家 其实的话我跟大家是 这个民族 出币 我还是三个人我的老家是平和的 而且我把我去谈来办 来的好景气 这边有 所有话 对这边其实是蛮熟悉的 所以这次来的话感觉特别清晴 特别好 所以我怕 特别的激动 在开始之前的话我想先了解一下 在座里面有 爷爷男孩外国外国 有没有来这边听的 记手一下让我认识你好不好 有没有 好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迎接他们招来一下好吗 你看的话我们这些老人吉拉爸养育了自己的孩子 是吧 现在才要帮他们的孩子 带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带他们的外孙 是不是特别辛苦特别欢迎 所以我记得的话每次来的话我都特别感动 还有我发现在座也有很多父亲 是吧 很多父亲 你一看的话有很多男孩 在中国目前的家庭教育里面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 或者说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叫做什么 不爱切施 所以每次看到很多父亲来参加我的讲座 或者沙冬的话我都特别感动 特别开心 所以我记得大家也一个感受 收场 当然最辛苦的是谁呀 最辛苦的是谁 看看是妈妈的 是不是啊 你看失业怀胎 出生后还不转身 苦育他们 养育他们 然后我们 辅导作业啊 学习啊 孩子都是他们之类的 我觉得不仅是特别买的 也特别辛苦 所以我感觉 我刚才会 那边 有一个妈妈就呆住了 马上就问一个问题 16个月的一个 一个 有一个什么 剃刀口气 电钻 电钻声的 孔子 马上就呆住了 咨询 所以我感觉 孙主的妈妈 特别 有爱 而且特别幸福 你看 所以 我觉得 我在这边的话 要跟大家一起报告 中国的很多家庭 都有一个 七万 一个 十万 是不是啊 知道吗 对孩子都有一个 十万 知道什么意思吗 其实我们讲 光泽潜入 光泽潜入 是不是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每个家庭的话 要满是一个孩子 要满是两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 所以比较幸福 有三个孩子 不管是有多少个 现在的话 好像 大家都接着 孙不清算 孩子一个 两个都接着孙不清 生物前的整个家庭 中国的家长 都特别的重视 孩子的教育 对吗 特别重视 但是你们 现在好像 家庭教育 好像特别困难 孩子的话 好像特别难教 知道吗 从孩子好像特别不 是不是这样 我爱情的 好像是这样 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些人 把费败 还有些家庭 就能说 哎呀 我到底上辈子 是做了什么面啊 走黑凉 就这样一个小孩子 出来的 所以特别的困难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样子 我这下边的话 我经常和他家庭 就还在家庭上说的 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 还有 上课的话 经常动场系 不足以天下 老师经常读书 或者的话 调查角落去救护 那这种情况的话 也特别多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 作业 磨磨参参了 要考虎一生 还有去做作业 还有赶快去做作业 然后才会 磨磨参参作业 就这样可能 磨到什么 晚上10点啊 11点啊 都还在磨得住 有没有 这种情况的话 小的情况 特别多 所以前不久的话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朋友圈 朋友圈的话 前不久的话 有一个很流行的 就是什么 就有关 古党作业的吐槽 很多妈妈吐槽 啊 我的心梗 我的挂机挂机震 是啊 我的回奶呢 我没说 对不对 当然还有的话 说我现在都变头部了 本来说那个梳理 现在都变头部了 前天段的话 反正这个吐槽特别多 古党作业 真的 真的不容颜 作业天天有 然后天天大家做 不加话 老师来天天有 像我们在这边 下边的话 都有加大群 然后哪个孩子 作业没完成的话 马上在寻寻院店 还有这个 刷手机 刷手机 怎么说也不必 就按一按手机 这样 这个 做家伙都不帮忙 拿着钥子 还要讲条件 刷手机 还有五十块 虽然叫 不厌制上学 这种情况的话 现在好像也不少 顶嘴 感觉跟我吵架 很吞蜜 还有 房间都在找到 很多坏习惯 书包也不收拾 桌面不收拾 桌面不收拾 这种情况的话 现在孩子的话也不少 碰到问题的话就什么 碰到困难就叫妈 碰到困难就说 碰到困难就说 哎呦我不会啊 妈这个怎么做 或者满小 很满小 这种情况的话 实际上也满多了 打架 在学校打架 跟着他吵架 冲突 老师的话 家传经常脱手 最经常话 我们在校困难 说了好几例 这样的情况 就是精彩的学校 跟着他打架 来你 啥 脱控制 脱控了钱 拿控了钱 气势台 找变 不好意思 这种情况的话 真的 看起来的话 你们好像多是小鞋了 小鞋现在好像去 我不知道 这边的情况 怎么想的很多呢 不要多接到小鞋 我现在四点几步了 我今天的话 进到一个个案 你知道吗 一个小女生 跑到一个人生家里去 然后她妈妈说 好儿子的话 现在不行 怎么回来 那个女生怎么说 没事 我在你家里等她 我在你家里等她 好 拿到七年的话 更低谷了 有一个六年级的女生 你知道 保际跟班主任讲的话 你知道 说 孔老师 接下来听你的话 哇 要跟那个孩子的话 分开了 以后不跟他来玩 实在是太伤我的心了 哈哈 你知道问题还不在这点 你知道那个孔老师是怎么样 三十几岁还没男朋友 哈哈 哈哈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黄老师 心里是什么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因为这个个案对我来说 是太多了 所以的话 这种情况的话 不好啊 最近早点 谈谈谈谈谈 呃 知道好像目前了 孩子的问题 真的是 繁多了 因为我一直在做这工作 做好多的 所以的话 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那么我把他大体的话 吻一下泪的话 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比方身体的问题 也是问题啊 比方提升 像这种天气 呃 一降温就感冒 你们 孩子的话 你看一降温的话 医院里面孩子的话 感冒的特别多 是不是啊 这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些 像功能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 孩子小的时候 你们知道 小的时候特别的挑食人 孩子小的时候 有点多挑食的 自然跟脾胃功能有关 还有一些 呃 残疾问题 还有一些 个人在心理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安全感的问题 啊 什么都好像谈的 自尊心 自尊感 或者说自把效应感 或者说就是 呃 我们说他老是觉得自己的话 好像没有多大重视 还有自信心 我们说的自卑 自卑的孩子很多 很退缩 然后 像 稍微孩子大一点的话 比如说像 小些高端 啊 就瘦 像意义的 高利的 孔气的团兆 虽然孔气的孩子的话 很小就有了 比如说像刚才我说那个 家长 十六个月 十六个月就有孔气 啊 孔气是人的一种本能 或者说一种最严实的群性 还有孤独感 冷漏 这些都是为 呃 心理方面的问题 还有个性方面的问题 责任感 责任感很低的 这种情况 目前 非常的 多 就是缺乏责任感 比如说像 作业都不安心做的 啊 读书都不安心做的 读书都不安心做的 事实上这一篇的话 就涉及到一个 严重的问题 就责任感 还有一支离 一碰到困难 就 没说了 啊 一碰到困难 就没说了 感恩心 有没有讲到过 哎呀我那个死孩子 我都不懂给他 累死累活 但是不懂感恩 也不懂理解 玩笑 啊 这种方法也不多 规则一致 这个可能大家可以 比较少提到 但是 史上这个问题 非常的严重 比如说 我们在讲作业的 作业的话 不如去做 不安实交 事实上都涉及到一个 规则一致的问题 好 还有就是 独立性 依赖 什么都是依赖父母才做的 比如说 我们刚才书包都不收拾 还要父母帮他收拾 甚至更严重的话 还要把他穿衣服 安心 啊 呃 当然还有一个过分内向 过分外向 过分内向外向 本来不舒服 但是如果很过濡的的话 可能就要注意一点 还有智能问题 智能 智能 智能跟智力的话 会有点孤应 这个比较专业一点 比如说像注意力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话 上课的话 上课的话不注意听的 作业摩摩承承的 东方西望 啊 这种大部分涉及到注意力问题 记忆力 思维力 还有一些观察力 想象力 这些事实在都涉及到自然的问题 啊 还有技能性的一些问题 啊 比如说 业度理解能力啊 书写能力 特别是写作文 啊 音动能力啊 还有组织的能力 不是特别是 作文的讲究 啊 作文的组织在方面 障碍性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一定很小 但是 这个问题当然是比较笨 啊 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像 自闭症 这几年的话 自闭症的话被广泛的发现 啊 所以自闭症看来也太多 但是事实上来说 比例的话 仍然是很小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发明 科学比较发明 表现比较好 所以发现比较多 下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自闭症的一个开心机构 还有多重障碍 啊 多重障碍 实际上它是 有点不同的 啊 有点不同的 但是它一定会产生 注意力缺失 但是我们一般都 它叫做多重障碍 它叫做多重障碍 它叫多重障碍 还有 早期的一个问题 是早期 有精神论理的 这种都 相对比较短的 人比较很强 所以大家要跟我们来看看 还有一个的资历 资历 资历的话 自闭症 那还有一些行为问题 打架 吵架 这个比较多了 啊 破坏东西 呃 刚才讲破东西 还有 沙发 骑掌 呃 判定基准 这些都属于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 但是 先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 判断的话 只是我为了让大家能够 呃 能更加通俗的心理解 但是不是非常可信 所以啊 你会发现的话 问题 很多是吧 是不是注意力压力啊 注意力压力 其实 有问题是正常的 如果没问题 可能才是不正常的 对 你说没有问题的孩子 或者会换错的孩子 还叫孩子吗 是啊 有问题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问题 所以的话 没有换错的孩子 很多教育专家都讲过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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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换错的没问题的孩子的话 还是不掉孩子 是不是啊 而且 我们都是 无证上感 是吧 也许可能 大家都是因为一时机动 就把种子摸下去 还有什么出来 所以可能一时机动的话 我们都无证上感 没有赔心的话 就看哪儿 父母呢 你看的话 老师也要考证 工程师也要考证 啊 然后我们心理智能师也要考证 什么都要考证 学习也要考证 所以我们看父母都要考证 都是没有赔心 就上感 是吗 诶 而且的话 一个 非常知名的教育学家讲 孩子教育 本来就是人类 最困难 最困扎的工程 没有赤 没有赤 所以他最困难 最困扎的工程 大家可以想一想的话 我们孩子教育要养育多少年 差不多20年了 我们孩子要养育20年了 而且 20年以后 还不一定 能够独立生活 因为我经常都会介绍什么 介绍大学毕业的孩子 带来继续 为什么 他们不敢去上班 也就是说 我们孩子的话 养育了20多年 还不能独立生活 你看有哪个动物的话 需要养育20多年 是不是很不容易啊 所以很不容易 而且的话 呃 我们也不能 设计一个完美的程序 像电脑像系的 设计一个完美的程序 像人工智能机器的一样 然后在你出生的话 把它输 输到电脑里面去 然后你让它睡觉就睡觉 晚上不要闯 你在那做作业的话 你做作业 你在看的话 考一百分就可以五百分 是吧 我也不可能设计一个完美的程序 把它输到孩子的头那边 所以的话 有问题 是正常的 那么怎么办 第一个 就是便会问题 找原例 看看为什么 原例是什么 好 接下来的话 就是 结合孩子的情况 去定一些目标 定一些目标 当然最后 他就 找一些方法 找到方法去行动 去改变 所以的话 实际上来说 有问题 不担心 要做的话 就是便会问题 找原例 好 建合情况 一些目标 然后找到方法 去行动 去行动 就可以了 呃 那么 原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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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话 很耐耐 很耐耐 什么都会做 呃 大家以为一下 我们的鲜种子的话 怎么鲜 是不是要找那个 刮果 最大的刮果 留下来当种子 或者水到的话 最大碎的那个水到 留下来当种子 是不是 因为这样 那种子 很好 很优质 以后长出来的话 才能 更丰收的一个果实 更健康的成长 难道的话 我们在医苗的话 怎么移赖 是不是要 剥 Geoff 这个箴要剥一点 那水的话 要浏成温食 还要盖一个 可能要盖一个大鱼 给它掂起步 不要让它 过度的 日晒水 对吧 还要警察警察观察 警察警察观察 警察警察观察 保证那个苗 能够很健康 很协装 因为最后 这个苗儿一orders 进天里面重的话 才能保证它 很好的成长 最后把我们给我很好的果实 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 大家想想这跟我们 艺人的孩子里面也相似 我们这样养艺孩子是不是有点像 你看的话我们拍子的话 也是在下面养到起源 就跟疫苗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是 老师经常讲的话 这个是好苗子 好苗子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 艺好了一个苗子 所以的话 如果一个好苗子的话 把它放到现象 放到社会上去 是不是特别的不用担心 特别放心 所以的话 事实上来说 从目前整个女儿界来讲的话 都会发现的话 家庭交易是最重要的 家庭交易的话 在整个人生里面的话 它是基础性的一个影响 它是基础 是最重要 从目前的三大交易来说 就是家庭交易 学校交易 跟社会交易来说 你看家庭交易的话 它第一个是基础 第二个是比影响最大 它的影响是最大 中国有一句老话 就是三岁看长 七岁看长 是吗 这个是可能大家的初学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孩子在三岁的时候 就能看到他长大时候的样子 七岁的时候 就能看到他到那时候的样子 是不是 这就是正经话意思 这句话的话 不是普通的老话 从目前的发展心理学来说 发展心理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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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科学的 好 整个发展心理学的话 就是从他有的研究到哪 所以也证明了 这句话 中国的这句话 是非常科学的 那么你想想看 三岁 七岁之前是在哪里 还有 是不是在家里 是不是在家里 是不是 事实上来说 我告诉你 精神分析理论的话 还不是这么说的 精神分析理论的话 事实上 认为的话 前面十八个月 就最重要 他是足够影响医生 前十八个月 也就是出生后十八个月 那么发展心理学理论的话 基本上的话 最重视的就是到六岁 也就是七岁之前 这个话 这方面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在家庭教育方面 可以说明的 另外的话 有一个 目前有很多教育家 特别是目前 世界上最知名的 家庭教育跟家庭治疗协派 叫萨蒂尔协派 他的创始人 叫萨蒂尔女士的话 讲过一句话 就是孩子的问题 都是父母的问题 都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听起来有点疲憊 五二十五 听起来的话 就有点压力 但是 这个的话 目前得到了 网换的认可 基本上可以说是 这个行业 家庭教育跟家庭治疗行业 最经典的一个观点 最经典的一个观点 所以这个实际上也说明了一个 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性 基础性 那么家庭教育问题的话 我简单的把它整理一下 可以认为几个方便的问题 第一个 遗传问题 比如说 我就长残废 所以我的儿子 一死的话 也是长不高的 他的体育 相对基本态 跟他有点 自信心的话 也很受影响 估计的话 以后 有没有几个名声 可喜欢他的 这就是遗传 第二个 第二个是环境跟自然问题 我在下面的话 经常去吃一个餐厅吃饭 那么餐厅的话 经常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小女孩 二年级小女孩 在餐厅里面写作业 你说 他在那里写作业 他能够很专心吗 他效率还高 肯定是不行 因为那个环境的话 就很潮 你要一个孩子的话 在餐厅里面写作业的话 大家都在那边吃饭 他怎么能够写作业 这是简单一点 就是环境 榜样问题 什么叫榜样 比如说 我们比你刷手机 回去就把它刷手机 比如孩子的话 都不刷手机 这就是榜样 我们还讲一句 榜样的力量是无从 等一下我们还要重点讲 期待 期待 他的目标 那么很多人的话 会有一些 可能 不在合时机的目标 或者说目标制定不合理 我们很多人的话 会想过 你已经应该考好 你已经应该考一百倍 还有一些家长的话 会想说 以前爸妈妈条件不好 所以没有好好读书 现在把妈拼死病不好 给你传到好读书 你一定要认真读书 不认真读书 所以这就是一个期待的目标 前不久 前不久 他有没有看到一个很红的段子 说是三只ban鸟 一个孩子的话 被他妈妈骂说 是ban鸟 怎么ban啊 那孩子的话 就回答他 他世界上的ban鸟 只有三只 第一只自己先飞 第二只的话 先内补飞的 第三只的话 就是最组严 在窝里显得更大 然后在后代马匹里飞 这个就是期待的目标 关系问题 这个是目前最受重视的关系 关系的话 包括父母的关系 包括亲子的关系 你说如果父母 天天在吵着要离婚的话 孩子还能专心下来读书 我讲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但是还有很多 有老子妈妈 你家很笨啊 你家很懒啊 你怎么用他 你看一个 你整个孩子的话 心情就很差 哦 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玛临 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巴临 我孩子读书 这根本就没办法安心读书 这就是关系 观念跟态度 有没有人的话 现在还觉得说 读书蛮够用 读书不用 这就是观念 所以如果你觉得读书不用的话 孩子还会认真说 他会认真读书 他妈的不关系 他都觉得没用了 我孩子读书也不用你 因为孩子的话 最大的依靠 或者最重要的依靠 就是 知识 方法 系统 就是我刚才讲的 大家都没有听过 开心就上岗 所以有时候 我刚才涉及了一个 不知道怎么交流 还有学校跟社会的关系 但是 我们国外的话 一直都有一个 美的 就叫尊师重奖 对 所以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 很好地去配合学校 配合老师的话 那么孩子的话 一般会更喜欢学校 会更喜欢学校 当然的话 也会更喜欢多学 所以看起来 这些将来问题的话 也不少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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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 不能去不管他 因为孩子是 因为我们而生的 不是为我们而生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 不管是你想 传众接待也好啊 不管想多一点 劳动力也好啊 不管是 因为一直激情的话 就把他生下来也好啊 都是因为我们 才有孩子 孩子不是为我们而生的 既然是我们把他带来 当然 我们要 承担责任了 对吗 所以 目前 这个方面的话 大家越来越重视 但是也有一点在我们的原因 大家会讲到一点的话 有人会讲到一点的话 就说 如果你年轻时候 不期认真的 好好教育孩子 那么不管你赚多少钱 不管你赚多少钱 到大的时候 你都 变成一张位置 变成一堆位置 而一个 不孝的孩子的话 就足够让你的 挽圆盘 很惨淡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一看 今天看看 那个福建电视台 第一棒浪团的那个浪团 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 我经常看 大家以后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 北州至少有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 他们就是经常去放任调节 有一个 个案 案例 就是 很多孩子到老的时候 不期善 他们给了他们父母 就是不善良父母 不管父母 这种的话 每周至少 一个 第一 案例 大家可以去看看 大家更极端的话 我们都不见 更极端的话 相信你们 偶尔也会看到很多新闻 就是孩子怎么会在后面 呃 大概前不久的话 有一个很内奔的一个段子 就是很内奔的一个段子 在往上 呃 有一个 妈妈 很厉害 开了一套车 手上的女儿去 私立我而言 路上就跟他讲说 孩子 呃 你要认真读书 听老师说话 妈妈要拼命的段子 让你上 最好的我而言 然后你知道孩子 怎么回答吗 那是好 哎 我长大以后 也会拼命的段子 然后手里 是一个最好的我而言 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虽然他有些困难 没有错 但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不仅影响到孩子的一生 也影响到家庭的幸福 社会的未来 还有我们的老年 呃 现在的话 国家世代对这个方面的话 也很重视 比如我们西大纳 在2015年 团拜的话 就春节的外费的话 他讲了一句话 这是原话 啊 这是原话 可以看见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希望 是人生的第一手学校 不论时代 发生多大的变化 也不论生活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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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家 在19大的时候 19大的报告片 已经明确提出来 要加强 心理健康的教育 理由 而对卫生先生来说 这个工作 重点就是家庭教育 因为我们刚才讲 家庭教育是最基础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 家庭教育很重要 那么低什么 家庭教育低什么 也就是涉及到 我们的目标问题 目标问题 我们家庭教育基础 既然是培养孩子的基础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还是成长的基础 或者成长的基础 成长的基础是什么 因为你记得 家庭教育是培养基础 当然就是打基础 所以我们来看看 人成长的基础 是什么 当然也不说 还是成长的基础 现在人成长的基础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 身体 第一个 第二个 智能 第三个 心理 身体 是最基础 身体 对吗 我们之前就经常讲 你可以赚很多个多钱 比如一 一 后面都是钱 但是如果没有一 那就是 后面零都是没用的 而这个一 就是身体健康 是吗 所以 这个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身体 包含哪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体质 最基本 我们刚才讲 体质 是身体里面最基本 第二个 是器官的功能 器官的功能 第三个 是协调性 什么叫协调性 比如说 手脚能协调 事实上来说 更加多佩点 目前有一个词 叫感觉土壳 事实上 它也说明了一个 身体的协调性问题 很重要 感觉土壳 就是各种器官的一个协调 统合 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智能 智能 智能 它跟智力的话 实际上有一点 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是密切相关 像智能的话 最重要的三个要素的话 是注意力 这是最近基础的智能 智能 智能 实际上这些是三大基础的学习力 而注意力是基础的 基础 因为没有注意力的话 如果你都不能专心 听的话 不能专心思考的话 那么你所有的学习 都是很难的 都是很难有成就的 很难有成果 很难有成绩的 因为你都没听进去 没办法注意力 第三个 第二个是记忆力 这个可能大家不要熟悉 抱抱了这样吧 这么一个年纪的话 就会明显感到 现在注意力了 效应没有 这个很重要 第三个 思维力 思维力的话 分为两种 一个是常规思维 一个是创造性思维 什么叫常规思维 比如说 这个杯子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肯定都知道 这个杯子的话 就是装水 可以装水装月 这就叫常规思维 如果我说 这个杯子的话 还可以养人子的话 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这个就是创造性思维 养人子的话 那么一个孩子 包括我们一个大人 所有人如果想有一个好的成绩 或者好的成绩的话 包括一个开门乐观的心维 他都养人子 比较强的创造性思维 你们有点注意 常规思维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知道 这个杯子是装水 这叫常规思维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养人子的话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马上成绩 这个就是创造性思维 那么第三大基础的话 是心理方面 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 我们所有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我们的心理在准备的 比如说 我站在上面的话 撞墙或是 实际都是心理在准备 所以心理是最重要 但是身体是最基础的 那么这个心理的话 我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个性特征 一个是心理特征 试探 我们一般都讲个性心理特征 这里面的话 我觉得比较重要 一个是责任性 一个是规则意识 一个是意志力 这个方面 心理方面的话 一个是安全感 现在这个好像比较流行 我的安全感很差 我看看 自尊性 还有自信心 自信心的话 大家都要休息了 孩子很自卑 没心情 说什么都 还没开始 就说无非 很非说 把我们大体的 这就是人成长的基础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家庭交易 要培养孩子的基础 也主要是培养这些 那么我把它从专业的角度 整理成一个比较集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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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看看 首先我们要相信 没有人是完美的 所以如果重拌 重要的 培养好他 你就非常棒 孩子说你很棒 第一个 健康的身体 好 这个我相信大家比我还懂 肯定比我还懂 健康的身体 我们刚才健康的身体 有三个部份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体制 器官公然 学校性 所以当然我相信这方面 大家比我更清楚 不用了 责任性 什么叫责任性 比如说 他觉得作业应该自己是做的 读书应该是写的 自己是学的 他讲出来的话 应该是 讲出来的程度 应该是兑现的 他说 他介绍的工作 应该是认真地完成的 这就叫责任性 在图法里面 有一个责任的意思 而且别钱 是要去完成的 这种意思 就叫责任 呃 在座的各位 特别是在座的妈妈 你们在 以前在找你们老公的话 有没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要有担当 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 那个担当 就是 责任 心 就是有责任性 因为这个是 最重要 呃 一个人的话 如果没有责任性 他可以说 就 他的责任性没 他就可以说 他不叫人 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品质 人最基本的一个品质 就是 责任性 好 刚才责任性的分析很多 那么我们把责任性的话 分类三个层面 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 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负责 自己说的话 自己的想责 自己的需求 自己的接受的行为 这些都叫自己的 对自己负责 比如说 做业要完成 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呢 上学 他自己意识 要去 你看 然后 比如说出去的话 对象 要对象成功 接受的工作 要去认真完成 这就是 对自己的工作 那么 最基本呢 是 对自己的生命活着 对自己的生命活着 所以 比如说 很多人 他根本就不做这种健康 短时 生活的话 很短 习惯很短 晚上的话 三十点多 睡觉啊 这事实上是 对自己的生命活着 所以最基础的责任 是对自己的生命活着 第二个层面 是对周围的 亲戚朋友 临机同事的活着 对周围的 比如说 我们孩子出来 要去养育 父母 要去善良 邻居 亲戚朋友 要去互相的支持 配合 他们同事 老师 怎么要去配合他们 这就是 对周围的 固执 第三个层面 是什么 第三个层面 是对社会的固执 怎么 比如国家呢 哪一块固域 又不能传统的 这即使者也是固执 社会的公共的文明 比较困 环境保护 公共文明 还有公共的道德 公共道德 什么叫公共道德 比如说 不能出口 这就是公共道德 这种事实上 也是我们的 每个人的责任 只是他就完了 混到第三层面 好 这就是责任性 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很基础 好 接下来 规则意识 责任性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规则意识 可能比较少听说的 规则意识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只是一种意识 就像从小那样 就是孩子要在头脑里面 知道做什么都有规则 而且要去遵守规则 这些规则的话 从家庭里面的规则开始 比如说 六点要起床 你可以玩 没有规则 吃饭不能看电视 规则 换钱要洗手 便套要洗手 有垃圾的垃圾 这都是规则 要遵守 写下 上课要进教室 上课要认真听 作业要完成 按时按钮按时 按时交上去 这都是规则 国家的法律还规 也是规则 事实上 我们的公共的道德习俗 也是一种规则 生育了孩子的话 内心要有规则的意识 他才要去遵守规则 那么我们讲到这边的话 我们想看看的话 你们 你们 记得 我们人一辈子的话 干几件事 我们人私人一辈子的话 能做几件事 或者只要他完成哪些事情 我个人的理由的话 是用做两件事 人一辈子的话 是做两件事 你们想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 承担责任 是啊 第二个 遵守规则 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人 你看天命赚钱 天命读书 天命干嘛 事实上 都是为了完成规则 或者说更好的完成规则 对不对 完成责任 都是为了更好的承担责任 是不是 我们事实上都是这样子 包括我们结婚 事实上也是为了承担一种责任 啊 怎么讲啊 不然别人会想 那我的生命的话 就是要一个吧 还是要一个保险 还有就是遵守规则 是不是 我们做事情 说话不能乱说 不然的话 可能就要收拾 你要么费大了 要么尽天力 要么还要费年多了 就是不知生命 所以人一辈子的话 你跟他现在的话 事实上是又做两件事 承担责任 遵守规则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说到这边的话 只要把这三点做好的话 你的孩子就很优秀 如果你能够在这三点上的话 把孩子培养好的话 你的孩子的话 我现在觉得在人情中的话 是在终善的水平 你们相信吗 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三点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我 这次我个人一直在强调 就是三点 不然你们试试看 只要能把孩子培养 这三个话题培养好 你们孩子职业队就很优秀了 接下来专注力 专注力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刚才讲 它是基础的 学习力的基础 那么这个 做起来的话 会比较普遍 我们在后面还讲 我现在只是讲目标 我们后面还会讲 具体的方法 专注力 就是能够专心去做事情 专心听讲 该注意的时候 该专心的时候 它能够专心下来 足够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专注力的要求 习惯 这个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比我还熟悉的 老师经常讲 你这么多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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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习惯 快习惯 纤细习惯 生活习惯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有人说 习惯是人生的财务 但也不过分 因为事实上习惯 最主要功能是什么 提高效率 自动化的 老小的 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 早上六点洗装 这是习惯 刚才讲 快晨洗手 习惯 便套 冲水 习惯 这些都可以叫习惯 自信心 就是比较乐观积极的一种状态 然后碰到困难 能够自己去找方法解决的一种 心理可能 导致事情 这个我想大家不要熟悉 最后这个是意志力 他跟我们经常会讲的 控制力 抗压能力 是几乎是同一个概念 他可以说就是 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会放弃 会坚持 会坚持 碰到困难的时候 不会放弃 会坚持的一种个性特征 就在意志力 那么这个时代的话 意志力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碰到很多的责 而如果不能坚持的话 事实上是很难成功的 所以有些人归结的话 就是说实在真正的成功 就是因为你坚持了 好 所以 我认为这七点的话 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说 这七点的话 是最重要的 我也想想 这七点的话 看来还不多 所以 但是 我绝对相信 如果这七点做好 的话 你的孩子的话 绝对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 绝对可以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 好 所以 我认为只要把这七个方面做好的话 就足够好 这就是 我认为你的家庭交易的主要目标 不会太难了 好 很简单 那么 我们不方向有了 目标有了 那接下来 可能大家就想知道 有 方法 什么 啊 是不是会 他们会先想到 简单不简单 难不难呢 甚至的话 可能有人说 哎呀我们孩子现在成绩很差 千点立大度要有没有计划 因为 是啊 所以这些孩子 都是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很想知道 那么 在开始之前的话 我们在开始讲 我们先来看看的话 一些 国外的一些病人 他们是 他们的童年怎么样 一些很知名 我们先来看看的话 我们孩子是不是 会比他们还优秀一点 如可乐 我们很想 可能比他们还优秀 这个之类 朱元璋 他人的化的 朱元璋 知道吗 我们明朝的房地 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吗 朱元璋小时候 一直在当起干 在中美女孩子在当起干 所以你们孩子 你看他小时候当起干 后来当房地 是吧 这个是 牛肚 听说吗 物理学家很厉害 流动的小时候 把体重多病的 身体非常差 成绩也很差 所以他们在后母亲的话 基本上觉得说 对孩子的话 可能活下去不错 但是最后 是大股理学家 这个 认识吗 韩国现任总统 文在寅 他的童年 他的童年是在 孤儿院长大 他的童年是在 孤儿院长大 这样的 我们这个人 我可觉得 我们还是比他们都好 穿过 这个 有没有真实 我们中国的一个 素学家 陈景东 这个 我这个年代 比较熟悉 还有 估计的话 你们可能就 知道了 病人的话 多了 这个可能就比较早 陈景东的 童年 是家里是非常穷的 而且的话 家庭 就非常穷 而且身体是很差 他 他的武器 要把他来摸牌子 他算是全个牌子 他是排第四 第四 所以家里根本就没有 没有东西给他吃 所以小时候身体非常长 而且非常凶 而且 陈景东的 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 比较不清楚 虽然他的 小时候 他一直 到哪 都有一个 精神障碍 他 他从很早到 就有精神障碍 就是一个精神病 但是他还是 国内非常知名的书写家 这个 英国人认识 英国人 美国知名的专家 海威尔凯乐 他在一岁半的话 因为大病 所以变成一个 又浓 又痒 又忙 也就是说 他看不见 听不见 没办法说话 但是他现在是美国知名的作家 还在 又能够养 又忙 一岁半的时候 就这样 整个数字 哈哈 奥巴巴 奥巴巴呢 童年是 他是 单亲家庭 长大的 而且他也是 家庭非常的 苦 因为母亲 从小到小的时候 就不管他们 就这么来 所以他是 单亲家庭长大的 而且他 当然还是 黑人 大家知道 他在黑人 在美国啊 还是很受歧视 但是他 美国的主 美国 这个人是 很熟悉的 李晓� 小时候 挑拼了 他整篇的 整篇的 是七十人的 这个李晓鲁 大家更熟悉的 埃斯坦 他四岁的时候 才会讲话 埃斯坦 四岁的时候 才会讲话 埃斯坦 埃斯坦 七岁的时候 才认知 经常被退险 小时候经常被退险 好 我们的孩子 比他好多 至少我们的孩子 比他好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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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非常好 这个破金 破金 破金的话 小时候实际上身体也不好 而且老是被同学 嘲笑 成绩也一般 二十一岁的时候 一个人 疾病的话 他就变成这样子 他一直就是这样子 走路 没办法走路 做工装 一直坐在这边 他目前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这个还是自己的 哈哈 好 你们还认识 这个人 跟我一样丑 所以 如果是你们孩子的话 你会觉得 他有助手 如果是马孩子的话 我觉得 对他是很失望 没人记得 他是 他是马云 所以 你会看到 好像 我还是比他们 都强过 我在这里 还是比他们 可能都强过 是不是 有点兴趣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这些人的话 都太遥远了 哎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 我身边的人 网的名人 哎 这些名人的话 不能拍照 看得清吗 这个孩子叫 谢起疼 早晚知道 日明九点 三点几 你知道 他的问题是 整天跟你们打架 而且是主动打别人 他的实际上 他的成绩还可以 但是就是整天的话 会打结 老师 家长 天天做 呃 早晚以后 大概一个月 这个现象的话 就少了很多了 三个月基本上就没有了 啊 这个叫谢子 这个像特种比利亚人 叫坤 他那父母亲是向他的教授 他在招网上是什么问题 他的成绩不重 呃 血小的关系 他在招网上是什么 他经常对母亲发表 就是经常对母亲发敌心 然后母亲跟他讲话 是小心翼翼的 根本不敢批评他 就是讲话才讲 那这个问题的话 三招又解 三招又解 然后又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想都想不到 他把父母亲跟奶奶都锁在前半 看完了 敲墙 敲墙 那一个人在家里敲墙 敲到什么程度里 敲到银溪爆竹 一轮墙都被敲穿了 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有点 有点大点受不了 那这个问题的话 后来一直有一个他讲 给老先他读书 所以这个问题 后来的话 也就是通过一些 跟消防银站的呢 给老家读书 然后过来一个学习再过来 那现在就非常好 好 这个叫子安 他们的问题是 这个五年级了 是在这个七年才能走完五年级 他什么 上科一碰碰碰碰碰碰 就当场哭 模范不会哭 记忆的码不会哭 当场就包哭 因为 这一方把整个前半都搞破坏了 那这个的话 问题实际上比较简单 他哪有话 用了一点点小的方法 他很快就快 他整个今天的暑假 还去参加三十公里的徒步大运 而且顺利的完成 今天想做个特别的 三十公里的徒步大运 这边太冷了 这边太冷了 这边太冷了